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A股暴跌形勢險峻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恒新指數表現 全日恒指未彈44點 收報26356點 成交非常活躍,有1366億 今天可以說港股大坎大 不過市場的焦點就落在A股 其實上星期五和大家講視頻的時候 已經講到A股跌多少 預測A股大概要跌7-8% 結果今天收市的時候 上證指數就跌了7.7% 跟我們預計的跌幅差不多 大家看看A股上證指數的走勢 今天列口下跌就是人都預計了 跌多少呢 今天一開,差不多是接近全日最低位 開報2716,276.7是全日最低位 然後就有少少收窄的跌幅 是少少的 最終的時候都是要跌7.7% 跌了229.9,差不多230點 這個是2015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2015年大家知道A股股災 這次其實在開市之前 阿爺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才可能減緩了跌幅 今天內地上證和深圳 兩地加起來的成交額 只有5194億 就不算多的 6000億都不夠 是一個很少的成交 之所以是這樣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今天一開,很多股份 已經一致跌停了 很多隻股 即是已經開了之後 沒有辦法打開 即一開市已經是跌10% 根本就沒有成交 OK 第二個原因 就是今天也都說到 不准沽空 即是不可以用資用捐 用捐用來沽空 不准做這件事 所以也都減低了成交 總之今天 其實未能夠完全反映了 今天 應該可能要的跌幅 因為很多股 是 未跌夠 正所謂 李小嘉經常都說 價格發現這件事 今天沒有辦法價格發現 因為一開 已經是跌下去停了 那 需要多些時間 今天有部分跌幅收窄了 就是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就不理好 很醜 一次過殺錯 有部分好少少的 跌幅收窄 所以就沒有跌那麼多 但是有很多 應該還要再跌的 就不能讓它再跌 所以不能夠完全反映到 可能要多一兩天 多一兩天 就是怎樣 就是很關鍵 就是上證指數 如果你看到 剛剛就是在這個 8月6號低位 8月6號低位是2733 這個低位今天曾經跌穿過 都說一開始已經2716跌穿過 但是收就收回其上 高過這個位 來收市 就收2746 即是說 這個去年8月的低位 今天就不算有效跌穿 曾經跌穿過 這個很關鍵 這個這麼大的下跌裂口 短期之內很難回補 問題就是 是否守得住這個關口 好了 上證指數一下 下降到去年8月的低位 就算你不當它曾經跌穿過 你都已經退回下市這個水平 深圳那裏好少少 但是都不要掉以輕心 深圳成分股 今天是跌穿了上升軌 原本呢 就是過年之前 剛剛跌下來 就是前浪頂守住 剛剛好前浪頂守住 那時候的形勢都未算太惡劣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假期以來 內地那個疫症的情況 是非常之惡劣 所以搞到A股不斷跌 那一開已經跌穿了這個上升軌 那有機會都是反覆回落 一萬點失守了 這個很大型的下跌裂口 短期之內很難回補 那現在問題是 會不會進一步下跌 那如果進一步下跌 就是會不會再試回去年 7月、9月這些大概8,000多點 9,000點之下的這些支持位 大概8,500 最低的時候 8,500、5、7 6月、6日做 那會不會再試回那些區呢 這個就是個關鍵 好了 無論如何 相徵都是比深淨成分股差一些 深淨這邊是強一點 那如果綜合而言 看護深300指數來看 你就見到它剛剛好 就是兩個指數的中間 它現在回落 亦都是一個大型的上升 大型的下跌裂口 今天跌7.9% 那它一下來的時候 亦都有機會考驗去年 6月、8月那些低位 大概就是3,500多點 3,600之下 這個位置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位置 箭咀有指導 就是一個上升裂口 之前有一個上升裂口 然後它回補 回補了部分 就沒有回補了 這個上升裂口 如果今次回補了這個上升裂口 即是意味著這一段的升浪 可能已經完全結束了 所以未浪那幾天是很關鍵 簡單來看 上升指數 你要看它 能否有效地站穩在8月份 8月6日前浪底 這個2733 或者今天的低位 2716 如果你真的要用大位來講 就用278點 如果站穩的 都會有機會慢慢慢慢組織 穩固的底部 然後再試圖回升 否則的話 跌穿的話 那就大劑了 因為呢 如果有些數量ABC 有些形態上高 是一個很可能是一個高低頂 因為這個是一個高的 這個是一個低的頂 這樣下落 無論如何 這樣就差了 深淨成分股指數 它跌穿了下來 是有機會要試圖 大概8500區 護深300指數 亦都是考驗3500區 這個位置 就是前浪底 這個上升年口 如果回補下落 跌穿的話 亦都是高低頂 高低頂 雙頂落 這樣就不利 所以未來幾天 沒有掉以輕心 現在疫症 仍然都未去 未結束 原本鍾南山院士 在2月28日說 7天到10天左右 就有機會疫情高峰期 7天到10天左右 即是到明天立春 到今個星期六 元宵節 這段期間就是高峰期 但是在昨天 2月2日 再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要再多10至14天才行 換言之 你計算14天的話 2月2日就要去到2月16日 再過多兩個星期 才可能是高峰期 後了 即是疫情 現在是比原本估計 也是什麼 嚴重了 所以股市 還不要掉以輕心 如果你看人民幣 已經跌穿了7 一下今天 去到7.02 你要知道 其實今天 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放了很多水 今天 人民銀行在開市之前 就釋放了12,000億元人民幣的回購操作 12,000億元 雖然有很多是到期的 淨頭放是1,500億 你看淨頭放不算很多 但是如果總金額12,000億是很大量的 放水出來 想穩定市場 但結果今天都是要這樣跌 人民幣都是這樣下 即市場都很擔心 再加上現在它又不給股空 又有很多行政措施 出來試圖穩定市場 但這些都未必穩定得到 因為疫情未完 最重要都是看疫情 疫情要等它高峰回落 中南三院市原本估計 是由2月28日那時估計 7至10日 現在退遲到 在2月2日估計 要10至14日之後 才會是高峰期 所以這段期間 還是會比較危險些 大家不要掉以輕生 不要這麼快就覺得市英跌完 哪怕今天恆之有少少反彈 都未必是可以的 如果你看避險情緒 現在美國10年期債息 已經跌回到1.5厘 即是說避險情緒都很高漲 除非它可以回到1.7厘以上 即是避險情緒降溫 否則的話 你還是要再採取手勢 港股和美股來看 港股和美股來看 美股剛剛開始有些轉弱 道指標普500都是跌穿了 1月27日的低位 不過納指仍未跌穿 納指仍未跌穿 納指仍是1月27日的低位 所以納指最強 即科技股是最強的 科技股是相對最強 所以如果真的覺得市場 有些什麼可以看好一點 就是科技股 不過我不是建議現在大家這麼快進市 哪怕今天比如騰訊 比如阿里巴巴那些都是有反彈 今天科技股是有反彈 但小米只能反彈4% 不過大家都是先看好一點 因為現在疫症還未完 最後講恆指 恆指怎樣 一個大圓頂 大圓頂現在這樣下 雖然在2萬6邊好像有些支持 因為今天阿爺放了很多水 A股在那裡托住 所以才不穿2萬6 其實如果你看上星期五收的期指是跌穿了 收25910的那時的夜期 今天上升了一點 可能都是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哪怕這幾天可能都還有一點反彈 但是疫症真的好之前 不要掉以輕心 它是有機會進一步回落的 有機會跌穿2萬6 甚至再考驗2萬5區 大家都是要等疫症見到高峰期 見到回落跡象 疫症有改善 我們才是重新入市都未遲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看 警察 都會不會有事 而且以前分析 到底會不會有少數 明星期 É 大所以